如今中国天眼发展的速度让世界叹为观止 中国也成了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这不得不说这得益于天眼的高清摄像头 让一些违反犯罪现象无所遁形 这也极大的威慑了一批蠢蠢欲懂的坏人 不但各种街道小巷有高清摄像头为治安保驾护航 在高速上在交通要道上也有高清摄像头 在观察着车及车内的人的一举一动 而且十分清晰 这一波最近就接连曝光了一些高速上摸奶 车辆行进过程中驾驶员呼唤位置 女司机坐在男司机腿上开车 司机光着身子开车的各种期盼事件 所以如果不想再被曝光 那么就老老实实的遵守交通规则 好好的开车 当然了摄像头如果仅仅用在这些地方 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在平时纠正交通违法现象中 老前摄像头可是功不可没啊 在某些地方最近就推出了行人闯红灯 高清摄像头抓拍进入信息库进行匹配 直接将闯红灯的不文明现象予以展示 对这些不文明现象起到了一种遏制的作用 除了对人 对车辆的抓拍更是小菜一点 当车辆闯红灯时 前轮过线会拍下一张照片 后轮过线又会拍下一张 然后车辆继续行进 或者拍下第三张照片 那么闯红灯这一违法行为就被坐实了 接着就是司机老老实实的 拿着自己的行车证 驾驶证去缴纳200块钱 扣掉6分就行了 所以司机们就不要再抱着摄像头不工作 摄像头拍不到的侥幸信力了 随手交通规则 老老实实行行车才是网道啊 在这种方法里的角色下来拍摄像头发行车辆银银银行车辆的